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抗议点有时代广场嘛 也在纽约还有其他的几个点 也有特别是人流量大的时代广场那边 还有Paul Hastings他们下面那个Terminal Station 我们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呢 他们有看到我们的标语牌和海报之后 他们会说想要去多了解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在目前这个校园内 当这些学生看到我们的标语牌 和咱们这种自发和平的抗议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这个行为这种抗议有什么看法吗 来过问的人多吗 好的Rika 是的 从昨天开始我们从早上发传单 整个一天 然后到现在我的感觉 他们学生所有来跟我们沟通的 他们的反应首先是非常的惊讶 但是有其中几个学生 有像昨天有一个是学历史的 他对我们中国就是共产党的邪恶 迫害老百姓 特别是目前在中国国内的火焰革命 他们是有些 他是有些了解的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非常惊讶 就是说 那我们 我觉得就是说 影响 学校园是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年轻人 他们在校园里就是学 就是在学习 对吧 所以他们的思想是非常的超前的 也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慨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非常有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我甚至昨天觉得 哎呀我们应该早点来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为什么他们学生有一股热情 然后不管他了解 他很interesting 他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但是他有去想 去思考 而且过来问 我们去再去发传单 这样宣传的话 就是他们学生就是会去告诉别人 对吧 他们孩子是跟年长的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所以我们来到学校是太太棒了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学生们 就是说让他们知道的话 他们会一传十传百的那种效率 比普通人来得更强烈 然后他们是在website 就是说他们上网的速度 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这边 每一天都会受到很多学生 过来传播的这些信息 他们我相信 每时每刻他们在手机上 都会传播出去 特别是我们的盖特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呢我相信 我相信在这边就是说 我们能在这边就是 发出我们的抗议 传播真相 是这个 我真的自己很感动 谢谢 我相信会越来越强大 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